近期,缅甸突起战火,视频中这段影像正是缅甸国杆同盟军司令彭德仁的动员讲话 此次,缅甸国杆军声称战争的目的是打击电炸团伙,肃清电炸四大家族 那么,为何缅甸会经常陷入内战?缅甸国杆军有为什么要打击电炸团伙?他们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国杆位于中缅边境,紧邻我国云南,国杆地区原是中国领土 但在1897年,英国为了在缅甸的殖民利益,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条约将国杆划入缅甸归英国管辖 所以,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国杆一直拥有高度自治权 并且从文化方面来看,国杆一直是非常偏向中国的 从他们说的一口流利的西南官话就能看出 国杆在多次缅甸内战中一直高度独立 由于文化和缅甸格格不入,缅甸也只能将它们划为特区 2015年,缅甸爆发内战,国杆首府老街市被缅甸政府军占领 之后,缅甸政府军宣布,国杆地区已经被缅甸彻底控制 开始大量地引入了缅鱼老师,对国杆地区进行全面缅化 但国杆同盟军并未彻底被打散,而是开始积蓄力量 2023年10月25日上午,国杆同盟军和缅甸政府军在清水河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甚至炮弹都打到了云南境内,当时云南边境工厂停工 学校停课,开始向安全地带转移 之后,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国杆同盟军宣布 他们这次向缅甸政府军开战,是为了打击电信诈骗 以及长期在国杆地区进行电信诈骗的四大家族 他们声称,国杆同盟军可以停火 但前提是要电炸集团必须释放所有中国人 头目也都要去中国自首,然而真相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 2023年10月25日,国杆同盟军和缅甸政府军爆发了激烈冲突 还打出了打击电炸的旗号,要彻底塑清缅北的电炸四大家族 并且,国杆同盟军表示不接受任何参与过电炸的人的投诚 那么,国杆同盟军为何会如此好心 是因为和中国文化一脉相承 认为自己是炎黄后人,还是别有用心 2023年11月7日中午12点 缅军在蒙古的团部已经被国杆同盟军保卫 当天下午,国杆同盟军完全占领了蒙古 当地的电炸团伙四散奔逃 而免北电炸四大家族之一的明家也已经开始逃跑 四大家族也都表示自己会释放中国人停止电信诈骗 但这真的能让国杆同盟军停火吗? 四大家族显然是悔之晚矣 国杆同盟军的真正目的也并非打击诈骗 首先,国杆同盟军和缅甸政府军的矛盾 几乎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并且,四大家族的背后就是缅甸政府 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而为了分化国杆同盟军 削弱国杆地区的自治权 缅甸政府军大力支持国杆的电炸活动 把四大家族弄得有枪有炮 为的就是和国杆同盟军作对 好能继续控制国杆 而国杆同盟军这次也开了窍 既然失出无名 那就抱上中国这根大腿 我只要喊出打击电炸的口号 对着四大家族一顿猛锤 那至少是帮了中国盟 解救了中国人 并且,如今全世界都知道 缅北市诈骗圣地 甚至会出现嘎腰子的情况 这对国杆同盟军的形象非常不利 如果真的想在之后 好好和缅甸政府军碰一碰的话 至少不能臭名在外 否则也难以取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楼草打兔子 国杆同盟军的本质 还是抢回之前的师弟 但打着的旗号 却是至高无上的打击电炸 但国杆同盟军说的的确也没错 他们的确打击电炸了 四大家族被打得爆头鼠窜 缅北的电炸产业 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国杆同盟军的目的是给缅甸政府军添堵 削弱他们的实力 但的确也为打击电信诈骗 做出了不少贡献 就冲着这一点 国杆同盟军就绝对做得 比缅甸政府军强了不止一点半点 若不是缅甸政府缺乏管理 甚至明里暗里的支持缅北的电信诈骗 中国人也不会被坑得这么惨 并且中国政府曾经多次出面 要求缅甸大力打击电炸 但缅甸政府军也只是在里面祸悉谜 根本就不干实事 虽然有的时候也会送回来不少中国人 但和被骗去缅北的人比 也只是九牛一毛 那么国杆同盟军和缅甸政府军 打得不可开交 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023年11月12日 中国警方对缅甸四大诈骗家族的明家 发布了通缉令 通缉的分别是明学昌 明国平 明珍珍和明菊兰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这标志着明家已经被 国杆同盟军打成了落水狗 中国才会让他们投案自首 以求宽大处理 那缅北冲突对中国的影响 还有哪些呢 而在国杆人民军和缅甸政府军开战后 缅北的诈骗团伙 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在云南公安机关的努力下 已经有4666名犯罪嫌疑人 被缅甸移交至我方 这对中国来说自然是好事 缅北的冲突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威胁云南百姓安全 但从长远看来 这是彻底端掉 缅甸诈骗集团的大好时机 国杆同盟军苏来和缅甸政府军不和 缅甸政府军对于移交 电诈人员和救援中国被骗人员 也非常不积极 甚至为了和国杆同盟军作对 还支持缅北的电诈 这次双方开战后 国杆人民军打出了打击电诈的旗号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也让缅甸政府军压力山大 虽然中国官方表态 让双方保持克制 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但谁都知道 目前正在步步推进 连连取胜的国杆同盟军 在得到想要的地盘前 是不可能主动谈判的 国杆同盟军如今已经帮助中国 移交了大量的电诈人员 这也给缅甸政府军释放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缅甸政府军 必须在此时交同名状了 因为此时中国国内的舆论 已经是一边倒地支持国杆同盟军 如果缅甸政府军在支持电诈集团 无所作为的话 那中国的口风很有可能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缅甸政府军 也遣返了大量的电诈人员回中国 不是他们想交 而是即便是现在不放人 这些人也迟早会被国杆同盟军放回去 与其让国杆同盟军 一直在中国面前刷好杆 不如自己就做个顺水人情 毫无疑问 在这次冲突中 最大的得力者就是国杆同盟军 而缅北的大量电诈团伙被解散 这也让中国祸以良多 虽然国杆同盟军是在拉大骑车虎皮 本质上还是为了抢地盘 但这一点不能否定 如今国杆同盟军已经兵临老街 拿下昔日的首府 似乎也已成定局 无论接下来时态如何发展 缅北的电诈产业就算无备根除 也很久都不能掀起什么大风浪了 不少网友也表示 最近接到的骚扰电话都变少 也希望缅北的电诈产业能在这次冲突中被彻底连根拔起 再也不要围惑一方